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看我每天的收视投资 早点收到 或是想看某些资讯 你可以去Patreon支持我 其次我还有一个免费的Facebook private code 如果你觉得我写的东西又想早点看 或者想收多些我的资料 或者我发放的资讯 你可以去Facebook去加入我的 private code 其次有没有再贴近点的事 有的 就是我会有两个谷 那两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每日数据分析 每日有即时数据分析 中间有很多数据 甚至有时会给大家一些即场的验试 另外就是每晚我都会有另一个谷 就是那个是奇权盘路仓位解读 主要是去分析一下每日每大户做的什么策略方向等等 如果有免费的朋友 可以在Youtube下面有留言 可以登记 或者有连续在这里 有问题可以留言 或者是Patreon 好,现在我们正式开始 这星期的每周大使分析 好,我们正式来到奇权大叔每周大使分析了 今天是2021年7月4日 开始之前,先提醒大家 如果第一次看这条影片 记得按下订阅的按钮 最好按下小铃铛 你就可以收到我的突发影片了 另外,如果你觉得这条影片好 就麻烦点赞一下 和分享给朋友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回答你们 好,来看看这个星期的恒指 这个星期恒指的波幅也不小 是1,163点 是由今年年头最高位 以顶下跌下来来说 这是第四大波幅 以周线来算 如果真的算跌幅 也有9,78点 就是差不多1,000点 这一点也不小 不过,从周线图 大家看到我圈了三个圈圈 为什么呢? 就是过去两个月 也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模式 就是去做短期顶前 是一支六棍 接着一支红棍做短期顶 接着就跌下来 连跌三个星期 会不会这个星期也是这样呢? 只不过是开始 会再跌两个星期呢? 因为这个星期 周线比之前更差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星期周线做了穿头破脚 以阴阳粥形态来说 这个是利淡 还要发生在周线图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剂的问题 如果以周线图来说 我这周就给大家看几条线 上面的顶 29375.81 我相信未必这么容易翻上去 不过也要给大家一个顶 另外,现在的好淡分界线 28853.35 下面来说 还有一个支持位 28216.09 这个就是6月的低位 其实这个星期 虽然是7月底的星期 但低位已经是非常接近6月的低位 只差十几点而已 一点也不是很多 另外,暂时来说 我会看下面有个大支持 278.13 会不会说 下星期就穿上去呢? 我们回来看看日线图 有没有多点启示 周线图真是利淡 回来看看日线图 稍后见 好,我们回到日线图 我特意给一幅 什么都没有的日线图 大家看看 只有一些下跌通道 或者上升通道 表面上 这个星期 刚刚由上升通道的边缘 跌了下来 跌穿了 最后那一天 即刚星期五 就跌穿了下去 非常噁心 但其实 如果这样看 就看不到什么特别 最多就是跌了 那是否应该继续淡呢? 我再给大家看一张图 看一张图 开了这幅图 多了一些星跌的图 那会怎样呢? 先放大了 我们再看一张图 我们再看一张图 就是 由二月顶 跌下来 其实 如果以星跌的图 最长 都是跌了五天 最长跌了五天 最长的几个 波幅的周 是五天 四天 都是五天和四天 五天、四天、四天 现在连跌了三天 究竟会再跌多少天呢? 会不会跌星期一 就跌四天 平均来说 四天就算是最低消费了 我相信星期一 都应该走不掉 还可能要再下跌 会不会继续破了之前三月的年 跌了五天 甚至下跌六天 才见底呢? 暂时未知 不过我心想一样 不要觉得市场 一定不每天都会继续跌下去 看来说 就算算下跌 最长的都是五天 始终是市场需要休息 所以休息的是 有人做完蓝仓也要吃糊 你也不吃吗? 所以怎样都会有反弹 反弹多少? 可多可少 这里跌得多 如果没有计错 这是第二大跌幅 即是二个星期 跌完之后 再回上来 看了多少? 摸摸摸摸摸 又到了短期顶 所以是否很胆呢? 从图表看 暂时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 只不过阴阳烛 是很胆的 周线是穿头破脚 日线连续 已经有四支烏蛙 四支阴烛 然后MACD 出了个死亡交叉 对 所有因素都是胆的 坦白说 我深信 未来星期一 都应该是跌的 跌完星期一之后 究竟星期二三 会否继续再跌呢? 又或者星期二三 会否开始反弹呢? 暂时真的想不到 但我会保留 星期二三开始有反弹的 我会觉得有这个机会 不是星期二 可能是星期三 又开始有反弹 所以大家不要看得太差 因为不会说 碰碰碰 连跌七八天 已经跌了四支烏蛙 跌了三天 以高位下跌了三天 跌了1163点 最多跌了1163点 如果跌一千多点 虽然现在收回一点点 跌幅也有978点 已经跌了一千点了 还可以跌多少呢? 如果每个星期都跌了一千点 7月 会见到25,000? 甚至24,000? 现在也有28,000 还跌了三个星期 就25,000 每星期一千点就25,000 是否这么淡呢? 我有所保留的 因为始终市场上的东西 是有卖有卖的 就算你沽了 也要吃虎 吃虎便会开始反弹 再加上升幅 我有一些保留的 升幅多不多 因为始终一件事 成交只不过是星期五 比较正常 去到1800亿左右 其余那些 只不过过去整个六月 都只不过是1300亿 1400亿 甚至再低一点也有1200亿 你这么低的成交 要推过市场上去 就有点难 即是要破29,000 就算被你破29,000 上星期也说 究竟有多少天 收到29,000楼上呢? 其实真的不多 原来由2月头下跌下来 收到29,000楼上 只有数天 如果没有去到6,000楼上去 我没有去到6,000楼上去 已经3个多月了 4个月也正在 只不过只有6,000楼上去 不是很多 不是6,000楼上去 不是6,000楼上去 是6,000楼上去 所以市场是否这么好呢? 不是太好的 不过是做一个上落市 你说大不大型 都是千人二千点 是不是很大型的上落市 暂时来说是千人二千点 看起来说 293、294 上面是有很大的阻力 因为已经挑战了三次 都是挑战武功而回的 所以暂时来说 上面是有压力的 下面是否这么差呢? 待会说说趋势图 可能会再有另一个分享给大家 稍后见吧 稍后聊聊特别日子 稍后见 好,回到特别日子了 星期一美股没有市 因为星期日 今天是美国国庆 国庆后假期 星期日 所以港股或亚洲市是自由行 我们来看看 究竟港股如何 行指 在这个星期的特别日子 就是星期二和星期四 星期二是强 星期四是中 期指是星期一是中 星期二强 星期五强 但要留意 星期一所谓的中 已经开始了 因为夜期是属于星期一 国庆 国庆 国庆是星期二强 星期三强 上证 上证是星期一强 星期二强 道指是星期二和星期四强 S&P500是星期二和星期四 星期二强 星期四中 纳指这阵子是没有特别日子的 好,看看吹细图法则 吹细图法则 吹细图法则在第一阶段 刚才我也说过 在日线那边已经说过 想说吹细图这部分 吹细图 吹细星期五那天 其实在未收市前 是有一个很大的机会 是由第一阶段直接跳到第四阶段 不是没试过的 之前试过一次 今年试过一次 但是在临收市前 在低位都抽回上来 令到他仍然很勉强地 还是第一阶段 如果星期一 他真的不跌 有一个反弹的话 他应该仍然可以继续在第一阶段 除非星期一继续跌下去 否则如果星期一有一个比较明显 好的反弹 星期一是能够继续继续在第一阶段 如果继续在第一阶段 市场未必是很差的 他仍然可以在28500至28300 这些位置是上上落落的 还在继续摸 所以后市很重要 星期一、星期二 对趋势图或者后市的走向是重要的 继续说到其他 各自是第四阶段 第四阶段是最差的 持续下跌 科指原本就再好一点 不过他现在 由第六回到第五阶段 其实都是差的 以港股来说 三个指数都是差的 上证 上证在第一阶段 但仍然弱了很多 虽然未去到第二阶段 但上证现在的指标 其实是全部向下的 随时有机会 继续向下走去第二阶段 道指、S&P500和纳指 三个都非常强 现在是第一阶段 应该继续有一个声势 但如果你说 道指会不会帮到港股呢? 我相信暂时来说 美股和港股应该脱了欧 如果能够和港股有更多的联系 我觉得上证会比较多一点 但也要小心 因为下星期我觉得 看跌又未必完全跌了 看升又未必有力去升 所以我相信下星期大家要小心 但我相信应该有波幅给大家 这周差不多了 最后也说一句 记得留言、赞、分享 谢谢大家 下星期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极